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就讲了很多想要支持我的正常大咖 受到国民党的压力不敢挺 那很多大咖帮那个人站台 之后呢就一定先打电话给我解释说 因为怕他如果落选了就会被怪罪嘛 马英九落选就怪他们没有站台了 所以只好去站一站嘛 然后又说国民党频频向我的老朋友拔装 使得联署很难达到百万的目标 我去拜访老朋友前脚走后脚就来查税 所以我这些企业都不敢联署了 这次选举是人民决定 不要去搞那些假议题 搞一些假的大咖来跟大家说 是大咖来决定 从九月份一直到现在十月 中间一个月的时间 你看宋楚瑜的说法 曹西你看 透露出来什么样的讯息 刚刚理解你讲 看不清楚这局势 其实真的有一种这种状况 他说如果他的气势 有到两千年的那个气势 比那时候还好 我住中永和 你要知道中永和的是什么 是整个是国民党的国民党 最难最难的一个地方 其实过去一直支持宋楚瑜 不宜一利 我自己 我自己的亲戚 很多都是以前 都是宋楚瑜的支持者 但这边我看起来 不是给我老师这样讲 不是只有一个气势 是喔 真的是这样 虚味到虚味 台湾话又虚味 那种感觉是 我觉得看上去 我的心脏觉得 怎么这么可怜 那种感觉这样子 好多大咖来支持我 没有大咖来说国民党打压 对 所以好 你现在回顾的 连一般的情况都这样 还在谈到大咖 那你是什么 用新闻 自己在云上在飞的那种感觉 那自终就是说 你会不了解现实 那有点在自欺气的 那自终就是糟糕 有点这种感觉 没错 而且他讲的说 蓝绿的大咖都会出来挺我 结果你是没有办法去求证的 其实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没有办法去问蓝绿什么大咖 远属的人数到最后 让他怎么脸都立了 所以他现在只好 跟立的这些电视台去诉求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这次的那个 郝龙斌上一次的选举 那时候宋楚瑜又参选 那时候宋楚瑜 他也是发挥 他过去那种跑透透的的精神 把我们那个台北市的所有里长 跑过一遍 我选举的时候 我们大安文山的里长 我只跑过一遍而已 那真的很累 九十几个里长 真的要跑下来真的很累 你跑一遍就当选了就对 那当然啦 可是他跑市长那更多啊 市长他会变成 他全部去都要跑 那个时候他有跟我们讲 他讲了说 我们台北市的里长都会支持他 不过我太了解里长了 来者是客 我能跟你讲说 你买到你出去了 所以他是真的已经去在一个 所以我已经觉得说 他已经在政治的幻想症了吗 他就觉得说人家跟你客气 你还分不出来 人家是客气 还是真的要支持你吗 那所以这种大咖说 到底是 是他真的已经是在幻想 还是说 他真的是被 被这些大咖又再玩弄了一下 对你们对政治人物了解 实在太有限了 政治人物本来 这讲一个话 一定可以做很多种层面的解释 我就认为 总有很多大咖支持他 举例而言 难道李登辉不是国民党的大咖吗 对不对 而且他算蓝绿大咖 对 他一个人可以用两边用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人 他们不只 那脚里的会叫刘泰英出来支持 刘泰英以前是国民党掌柜 这是蓝的大咖 他也是个大咖 对我们都没想到这个 老师在想说连战拉 波雄这些 或者是绿营里面是不是 杨秋新是大咖什么的 老师你真的提过惯 对对这个才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咖这个议题是谁丢出来的 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要去问什么蓝绿的大咖 说你们到底会不会支持宋楚瑜 如果宋楚瑜自己不说蓝绿大咖要出来挺他 有人要去问这个议题吗 不会 那这个议题怎么突然急转直下变成说 国民党打压 然后让这些大咖不出来呢 我讲真的 我不要讲什么打压 用这种名词 今天如果真的有国民党大咖 考虑要支持宋楚瑜 国民党还一点动静都没有的话 那国民党是死人啊 杨秋新这件事情 其实今天杨秋新 我觉得人各有志 而且说真的 大家看到的是电视机前面 也许你当年宋楚瑜有去帮杨秋新站台 但你怎么知道杨秋新在私底下 跟马英九或者吴敦义的交情又是如何 这种东西我们怎么去判断 那他今天做了选择了 其实人各有志 祝福就好 到最后就显得你一点度量都没有了 现在就是如果挺他的算出来的话 那就是大咖 现在没挺他的就是 是假的 假的大咖 但宋先生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还是要 希望他的联署能够过啦 最起码能够过门槛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有宋先生参加 比没有宋先生参加要好玩啦 我们新闻界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的心态嘛 总是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当然是希望宋先生能够参选成功啦 那就是绿营在假把劲就是了 但是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还需要蛮大的努力啊 宋先生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了这样子的民调以后 就又 愁愁不嫌啊 怀忧丧志 这样不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最新的民调呢 是在10月18号到20号做的 一共是1492位民众 误差是正负2.5个百分点 这TVBS的最新民调 马宋蔡的支持度 两个人双英对决 45对39 然后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啦 但是其实变化不大 那马英九蔡英文 加上宋楚瑜的话 43 35跟12耶 所以反而拉大成为8% 马英九赢蔡英文反而8% 宋楚瑜是从原来的1315 后来现在又降到了12 所以看起来 就是这种12到15啊 反正就是这样 就他觉得说 我拉马5% 拉宋5% 另外中间再拉5% 我就变成25% 30% 这种的几乎不会发生 那宋先生就要决定了说 你现在这种情况 一路看下来 他是没有希望的啦 对 可是我现在想讲 就是说这个12%啊 一本是12%啊 其实也都很虚 这些支持的强度 不会很强 所以宋才会讲说 什么气饱啊 这些东西 他讲到他其实是他内心的恐慌嘛 到时候开出来 我看5%可能都没有 所以怕的是说 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出现了气饱状况了 以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从他参选 说要想要参选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他的这个 民调的支持度 都其实都是在这个 误差的范围之内 你知道吗 没有上得很深 也没有下得很浅 但是就维持在 那个样的状态 这代表说宋楚瑜 他还是有他的民间的一个支持度 还是在 而且还算蛮稳的 但问题就是在 刚才杨老师讲的就是说 当我要选举的时候 我要投这张票 到底是要投一个支持宋楚瑜呢 还是说 这可能也没掉 就是你的票可能会浪费 对我的票会浪费 其实在我周遭的一些 很多的选民几乎都是这样 要就是把他支持上 不然的话我这个大热天 或是说大白天的 我出去玩就好了 我投那个票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宋楚瑜 所以宋楚瑜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 他的得票率是 绝对是比他还下面的 是就是说比他这个12万票还要下面 如果这个我们都 可是你看我们这一点 从TVBS整个民调来看的话 其实该紧张的是谁 或是不是宋楚瑜 对啊 该紧张的不是宋楚瑜 反而倒是蔡英文这边 一直没有进展 那坦白讲 马英九也都没有把这个距离拉大 所以我觉得是马赛这样子来讲 这个民调对马赛来讲 是才有意义 像对宋楚瑜来讲的话 其实看这么多的TVBS民调 或是看其他民调来讲的话 宋楚瑜是越看越伤心 所以我不晓得他的信心从哪边来 所以我们也是蛮佩服的啦 对 其实从这个民调上看起来 好像宋楚瑜反而拉掉了蔡英文 更多的一个支持 其实今天这次的民调 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请问一下 这种参选人 声望怎么样 就你对他们满不满意 它就是一个满意度的调查 等于是这样 那马英九的话 满意的加了4%是38% 不满意还是高过于满意 但是有减掉5%了 吴敦益满意31%还是维持 那不满意也掉了8% 现在有41% 但是他不满意还是超过于满意 所以这一组蓝宁的候选人 不满意的程度都比满意要高 绿营的候选人呢 满意小英的你看将近五成 但是稍微掉一点点 那不满意的掉的更多了 现在只有两成六对小英不满意 苏嘉全就有意思了 苏嘉全呢 满意的27 上一次他也几乎是 5成 49 结果掉了22% 哎呦 那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是啊 哦 那不满意的突然加了30% 变成48% 我看起来这个副手 对这个正的小英来讲 五脱雷不少哦 那宋先生的话 满意他的是32 也掉了10% 不满意的37 也掉了7% 但是我觉得这点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做林瑞雄 对啊没有没有下一页嘛 没有 这怎么没有看到林 没有下一页了 对没有下一页了 所以现在这个还是 抗议有抗议 小英是这个独占熬头啦 那因为 因为你知道做一个民调也不容易 你还要去解释说 你怎么样还叫他说 我对他满意或不满意 你就用林瑞菇代替一下 所以我就说 你宋先生用林瑞雄当副手 基本上就是 无致于这个选举的意思 我们是这样来看 那这些的其实来看的话 宋先生其实声望掉的蛮多 也就算了啊 那其实声望掉的最多的就是 为什么 当然是有原因的了 因为到现在 虽然他自比郑南荣 可是他真的不是郑南荣 我们来笑话回来 猫 ях 海 几年 漫 中 庭